现切牛肉粉 一个仙字拓市场 来的吧 这是特别精神 最多的所有市场 最多的东西 创意加技艺 指尖经济有作为 虽然是民族的东西 但是很时尚的 我的民宿梦 不谋眼前谋长远 要能住得舒服 我们又能把这个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夏日倒立波 品心不依人的创富味道 今天的节目 带您走进贵州省 前南不依族苗族自治州 立波县 此时是早上的六点钟 这里不是农贸市场的肉库 如果你来到贵州省 前南不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立波县 早上叫醒你的很可能是它 这些全都是牛肉是吧 对 这是我们当地的红牛肉 您这今天一早是进了多少啊 早上进我们自己弄了 四点半 我们自己弄了自己烧了 咱们立波人大早上就开始吃这个牛肉啊 对 来吃这个牛肉 凌晨就开始杀牛切肉 居然是为了配米粉 立波的牛肉粉有什么不同 就是线切嘛 你想拿哪一个部位 就可以切哪一个部位 现在还是烫了 你可以感受一下 哦 我摸一下啊 真的 现在是还热热乎乎的 对 这个怎么买呢 曾经的嘛 一斤四十五块银 哦 这个也是要十块钱 一般都是十块钱 看多少 个人 个人就十块差不多 十块差不多啊 这吃不小心哪一块啊 我不知道 我是外地人 这些牛的 不洋的 我看到这个人有点多 我过来看一下 也像谁的早餐 做得很新鲜的 我说贵人都没有 没有 这样的操作 难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会被吸引 如果您是本地人 那肯定对这套流程轻车熟路 他们是先把粉装起来 这个粉压根就不需要烫是吗 不用烫这个很薄的 我们这本也是我们力波的特色 它很薄 很薄很软 你看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哈 师傅压根不需要烫 这是大家买的肉 肉买过来之后是一个小锅是一份是吗 对对一个小锅一碗一碗一碗的烫 不管你是点的五块十块二十块 注意一下 因为高汤 我们这里有的就加牛血嘛 我们牛肉配牛血 有的他不喜欢吃血的 就一碗一碗的烫 可以加血也可以不加血 这加血了 高汤再煮一下加牛血 把肉放进去 这牛肉很快的 放几秒钟就好 你看好了 前前后后不过几十秒 利波人最爱的早餐就出锅了 师傅您是本地人吗 对 您这是每天都来吃吗 基本上吧 上学之前来吃一碗吗 对 是经常过来吗 每天都过来 每天都来吃啊 对对对 咱们这个牛肉粉 您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呀 就是特别新鲜是吧 每天先切的牛肉粉 都是特别好吃 您可以尝试一下 特别好吃 你看上学上班啊 真的开工之前 都来吃一碗 吃了能让人特别精神的 现切牛肉粉 怎能不尝尝 您没点那个牛血吗 有了 您咬一下 我看它里面是不是 哦 你看 有点红 你看 它里面其实叫我们看 就没有特别 完全熟的那个样子 对吧 这个不煮都可以吃 你看看啊 点牛血的肯定是本地人 这一份儿酌太足了 其实才整个的花了 我花了16块钱 这个牛肉特别嫩啊 烫一下我本来以为还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它这个肉是很嫩 然后也很香啊 是 那我给你喝一看 嗯 熬出味了 厉波的现切牛肉粉 早上又累了 在厉波 这样的现切牛肉粉店 不在少数 说到为什么受欢迎 店家们的回答 居然都出奇的一致 我们正常食料呀 牛肉每天都是新鲜的 每天都是现杀的 这不打水的牛肉 蛮好的 现切嘛 昨天下午的一点钟就熬了 要熬到今天早上 一定用本地家融镇的小黄牛 一定是凌晨再杀 现切现吃 一定用剔出的牛骨熬汤 十几个小时以上 一定只把牛肉烫几秒 这嫣然已经成为了 各个现切牛肉粉店的 统一标准 现切牛肉粉店 通常都是早上六点左右 营业到中午两点左右 忘记一天吃掉一头小黄牛 对很多摊位来说都不是难事 何梦花的店曾创下一天 吃掉四头小黄牛的惊人记录 同样是现割现切 到了下午六点 来看看这里做的是什么了 就是酸汤火锅算得吃啊 那这个大叔您是点了吗 点了 大叔您是本地人 不是 您游客呀 游客 我们上海的 那您怎么知道跑这来吃这个火锅 他们那个导游啊 介绍说这里牛肉很好吃 那么我们来吃吃看 我刚才就想 这个大叔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 因为外籍人也是第一次见对吧 对对 跟我们一样看着新鲜 也正因为是配火锅 现切的种类就更多了 今天早上刚刚摘的小黄牛肉 这就是它的牛肚领 牛大皮牛肉 牛红 这是生的牛红 这是焯个水的牛红 这是 雪花牛肉 牛蹄精 牛腩 牛白叶 牛肥肠 现成嘛 你要多少 我就给你切多少 撑多少 是这样子 那一般咱们一桌客人 比如说这个十个人一桌的话 那这人均消费能大多少 十个人之外 人均消费大约在五十块钱左右 就随便都可以吃了 五十块钱就可以吃 新鲜哥的这个小黄牛 对对对对 欧景富的店里 一晚上吃掉三百斤牛肉牛肚 轻轻松松 加上各种配菜 最好的时候日销量能达到三万元 从早到晚 利波人都用最新鲜的黄牛肉 招待时刻 常见的米粉 火锅 在这里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家家好好做 才能人人有钱赚 看我手里的玩偶 可爱吧 小老虎 这个小老虎 是完全用手工制作完成的 半年的时间就卖了将近一千个 它是出自利波不一族的 何茂晴 何茂春姐弟之手 这个姐弟俩从无到有 不到六年的时间 共研发出各种文创产品 两百多款 实现年销售四五百万 接下来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何茂晴 何茂春的 不一不然工坊 就位于县城的利波谷镇里 此时姐弟俩正在为新订单忙碌 这个都卖了快一千个了 这是又要做 对对对 有新的订单 又有多少订单啊 目前是有一百多只的订单 怎么想起来是这么一个图案 本身我们的老虎 它就有这种斑纹嘛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希望用我们的工艺 把这个斑体现到这个斑纹上 这个斑纹是 行的 你看 这个是我画好的 这个头部的这个板 然后这个是我画好了以后 用刀 刀来刻 把这个 把镂空的部分 把刀片来刻掉 这个我们已经染好的这个布料嘛 就需要用我们的这个纸板 把它按这个尺寸来柴一刀 就缝制上去 你看它是每一个都是 单独把它染好 对 然后缝起来 对对对 这个创意是来自于你 对对 但是又体现这种记忆 对对对 让它变为现实 这个是你姐的工作了 对对对 这需要我姐来做这个东西 看到你们这个工房里面 实际上没有特别这个先进的这些设备 最先进的就是冯文杰 对最先进的就是冯文杰 真的是这个用手工指导而成啊 这个你真的是可以现场看出来的 河茂晴 河茂春的家 在黎明关水族乡拉内村的扁哈族 之所以会创业 还源于2017年河茂春回家探亲 小孩又小 然后没有收入嘛 但是那个时候他刚好生平假看 然后手啊都是抖这样子了嘛 就觉得很内心就很 说到当时的情形 河茂春仍然难以平复心情 他是扁哈族的第一个本科生 虽然家境贫寒 但学业从未受到过影响 读书一个学期要交几千块的学费嘛 然后生活费一个月几百块嘛 其实对于父母做农活这样子的话 有压力啦 我姐嘛虽然那个时候出去打工 一个月就是几百块嘛 我的印象里是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然后我没有生活费啊这样子 他会寄一部分给我这样子 那时候我大爹地又搞到大学了 大的弟弟是搞上大学 那两个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弟弟 就是他读书中 那时候真的一家人是很 对我们来说 可以说是我们家费用钱费多了 知道 我去外面我也不像人家 我就老老实实地看我 好像我也蛮挺快的 那个赏里面也蛮感触我的 都让我做的那些难受一点的 担价高一点的 从广东到浙江 何茂勤主要在制衣厂工作 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 而弟弟何茂春 大学毕业后定居上海 工作不错 家庭美满 当回家探亲 看到姐姐的境遇时 何茂春坐不住了 物质上的帮扶只是暂时的 如何能彻底改变姐姐的生活呢 就是那会儿我刚好看到 丽博没有旅游商品这一块 然后就说 我不是会画点图纸吗 会设计 然后在外面工作 也会看到 那个时候混创已经开始出来了 很多都是用我们这种 少数民族的工艺来做的写 我就说那我帮我姐做 何茂勤从小就手巧 又一直在制衣厂打工 这会不会是一条出路呢 他就买了那些布 然后给我在家里面缝 是想着做的 所以就感觉家里面用的东西 就诶 使用一点 就想到家里怎么用 就怎么做 一个多月的时间 何茂勤居然做出来几十款 自己在家用纯手工做的东西 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吗 借了一部车 到那个小虚孔的 那个景区门口摆摊 摆摊了以后那天 卖了三笔 三笔以后八百多块钱 那是我们是说 自己做了以后的第一笔收入 所以很难忘 觉得很高兴 那天晚上就得了那个钱 就夹炸了 家里面一家人 就是家里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晚上就这样子 八百多元的收入 让全家人喜出望外 何茂春当即决定在县城开店 那一年三十几万 对 三十几万对我起来就很大 就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几万 这样子 他们做的东西 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呢 这长得怎么样 都是白色的布 然后我们就想要做那些玩偶 做包包 那些有的时候新穿好的布 然后才剪做的那些 这是什么个染法 就是吊染 吊染形象 就是吊下来了 就是要吊染了 你看它吊起来的话 实际上就是下面深 上面浅 在上面是白的 是的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见面的感觉 对吗 是是是见面 但是现在还没看到那么明确 对 这个要上上下下 好多事吗 是的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那个刹纳的布 本来是拿线来捆外面的 然后就把它往这边推下去 它就比较有褶皱了嘛 褶皱里面的颜色 是保持原来布的颜色 是的 像吊染 扎染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 传统的染法 这出来的产品呢 它跟不太一样了 是的 是的 你知道这个应该是 你们俩现在都是大染 你看 这种就是原来褶皱里面的 这种是染上颜色了 是的 是各种这样的花 它跟于你褶皱的不同 它可以做不同动物 这两个也比较明确 对吧 这都属于掉染 是的 像这个掉染 我们就把那个布剪了 然后就交叉一下 就一个是把它缝成这样子 小小的一个变化 就剪了 这个包的这个花纹就不一样了 是的 这个也是吧 是的 你看这个像 把这个布做不同的造型 就等于复制它不同的生命 是 是 创意就体现在这儿了 对吧 是 这种用传统的方法 做出来之后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提示 就变得很时尚了 嗯 这个卖得蛮好的 哦 是吧 嗯 不言苦哈 也给了一种态度 生活蛮好了就 你特别爱秀 你完全可以当这个代言人嘛 没有 我哪里 不苦 弟弟负责创意设计 姐姐负责记忆制作 在两人擅长的交叉点上发力 让原本不敢奢望的生活 变成了现实 像这个帽子就刚出来的 我们在这个帽子上 增加了我们这个 不一族的这个渣染 每一个帽子都不一样 上面这个图案呢 是我们前南洲的这个次梨 是前南洲的周花 这是次梨的花 对对对 我把它做成了这个图案 然后绣上去 其实这个它做的挺细的 你看后面这个地方是它渣染的 对 中间这个 对对对 然后这里 是 这款卖怎么样 卖得挺好的 我们做了400多顶吧 现在可能还剩一点点 何茂春将他们的店称之为工房 因为游客来到这里 会看到现场手工制作的全过程 这成了他们吸引顾客的一大卖点 看看阿姨穿这个衣服 可以啊 很喜欢 阿姨是从深圳过来 深圳过来是的 是的 可能也跑不少地方了是吗 是是从广西云南 现在贵州 马上再到四川 还继续玩 能进账是更好 我们出来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一直在那边转 对对对 是 四月十六号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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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一个立波觉得是怎么样 挺好挺好 我们昨天去到想 我这边还再做两个呢 我看你都是买的啥 我刚才说这个帽子 我刚才说这个帽子 这帽子挺好看的 很简单好看 对 这个他说是他们的中花 中花 对 代表来过这个 对对对 前南周 这个是 还买了个包 这个包我也说过 这个是什么 你们俩的衣服 我们俩的衣服 满道而归 根植于本地的创意 精湛的手艺 指尖技艺在姐弟俩这里 真正变成了指尖经济 我所做的所有的产品 都是建立在我们 富一族的工艺上 然后去做这个品质上的 一些改进 图案上的改进 材料上的改进 虽然是民族的东西 但是很时尚的 现在每个人都说 哇 现在流行这样子的 虽然说得很耐 听到这句话真的 心里面很很很安慧的那种 很心里面很舒服 现在他们都在县城里 买了房子 已经开了五家店 今年产值七八百万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认识的小伙子 叫海涛 他是高桥村 本村第一个做民宿的人 大家去认识他一下 看在里面忙什么 90后小伙蒙海涛 正在跟他的设计师 讨论新民宿的设计方案 他的民宿就位于 正对着小七孔景区 东门的孟流小镇 这个虽然是一个做的地方 但是你要引住 让他想站起来去了解 我们周边能展示的东西 现在是在为一个正在建的 新的民宿在做一个设计 对 就怎样去植入 我们布衣族民族元素进去 让它融合得更好 不要那么突兀 这是你的哪个位置 这是我们大厅挑空 就展示布衣族元素的一些硬装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一个水墨墙 加上一个我们用瓦片 做出来的一个布衣族 一个少女的形象 这个也是跟我们布衣族有关的吗 对 它是布衣族的一种蜡染 把蜡染给挖在墙上 这个它会变成了一个背景墙 这边背景墙 前面它就是一个公共茶室 要能住得舒服 但是它又能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们又能把这个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其实海涛正在经营的民宿 也在梦流小镇 26个房间一年营业额120万 可以说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它为什么要执着地 对新民宿的设计有这样的要求呢 我们在大气哄至小气哄 景区的中间 以前的东门不在这个地方 老东门的话是距离 我们大概有三公里 小气孔景区 以山 水 林 洞 湖 库 景色融为一体铸成 是贵州著名的旅游景点 海涛家所在的高桥村 原本就在景区里面 20米左右 是一个停车的区域 然后就有 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个老宅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块 实际上相当于 就是你们家的大门所在 所在的位置 对 所在的位置 在外面上了学 为什么就没想着去工作 而回来直接做民宿 它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的是 小气孔景区第一次扩容 当时这个地方 这条路 第一次扩容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条路 经过了我们的家门口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第一个客栈 第一个民宿给它做起来了 现在是整个这个景区 它是再度的这个扩容 扩容了 我们整个村子全翻出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绿油油的一片 像一片树林一样 对 曾经呢 这就是海涛这个生活的地方 对 我们的原子 第一个创业 第一个民宿打造的地方 就在这儿 如何把自己美丽的家 更好地呈现出来 是海涛这些年 一直想做的事情 它把老宅的民宿 称为第一代 现在经营的称为第二代 正在建设的称为第三代 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民宿 是它的事业 那么第三代就是它的梦想 在它看来 村落的每一次变化 都是机遇 这是在会什么 对 协会的一个 平常的一个学会班子 在沟通一些 会员反馈上来的一些问题 当会长之后的工作 就比以前多很多了 对 实会多很多 但是也会从中学到很多 我们整个梦的小镇 有多少个民宿 目前有一百多家 刚才我听到你们 好像还说了一个什么 民宿集群 这个民宿集群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 客人你来了 不单单是为了小气候而来 希望有一天 你是因为梦流而来 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 它自己的形象 所以你的第三代民宿 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了 就想借此 让第三代民宿 这种长得还该长成的样子 不管是我这一代 下一代 下下一代 我们某万代 不某眼前 深入利波呢 我们认识了很多普通人 不管是一群人 一家人 还是一个人 他们都在努力地 利用家乡的资源改变生活 也在努力地 让来到这儿的游客呢 能够吃得舒服 住得满意 买得称兮 很快呢 贵南高铁利波站 就将投入使用 利波机场呢 也正在改扩建 得到这些啊 他们每个人 都是摩拳擦掌 要在家乡的土地上 大干一场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想替他们说一句 好看 好吃 好玩的利波 期待更多人的关注